以为您带来的2023赛季中国足球超级联赏 基本上球权都是掌握在天津的脚下 祖一没能拦住 王秋明一脚大门差一点 这是王秋明断球之后的在左路的一脚近射 没能把这球拦下来 祖一 这一球凹出雷 这一下还真是危险呀 但是后点插上的队员是完成了这一次投球的中门 亚太的球员四名球员都站在点球点的附近 跑台之后一脚打门 这一球被门将给扑了出去 这一下打的还是挺有质量的 来自成长城 这一下 今天这个赛季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亮眼 上个月也是重返了国足的大名单 来看着贝里奇在禁区里边 左脚打门没能打上力量 这是亚太后场的界外球的发球 这种短传渗透的配合 贝里奇过了奥克雷 再晃一下 到小禁区打门 乌亚科扑出来了 来看一下贝里奇 这一下接话发 我过奥克雷 再过掉两名防守队员 最后被乌亚科扑出来了 在右路 这一下把杨帆给撞出去了 财阀没有吹 哎呀成长城这一下带到禁区里边 这一场打的确实是非常的隐蔽 这是祖一选择的 田智宇 祖一 在这汪金贤一条大门漂亮 这这配合打得行云流水 来看一下 祖一外脚被分给汪金贤 来这一下徐家敏 完成了一次 非常漂亮的愉悦扑就 给一个直塞 再找张玉峰 裸头球 成长城差一点 这是成长城本场比赛 运气稍微差了一些 可以来观察一下 维塔诺夫在场上的表现 这一下 这条打得相当的有威胁 和义腾强点的时候 双方的这种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 质量最高的一位球员了 来看看这一球 刘云 左脚一脚低射 推一个圆脚 这下徐家敏把角度是封得比较死 但是在抢断之后的突石冷箭 考过了二点球有没有 看的话 全场比赛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